公社的电费账单又来了 咦,这电费怎么比上期高啊 上次开会还要我去找省电的方法耶 怎么办啊 总监事你好 哎哟,小王你来得正好 怎么了吗 我有事想请教你 走走走,我们进来讲 好 你看看这公社的电费 要怎么降低电费啊 我看一下 总监事,你们社区公社的用电效率不好哦 哈,效率不好又怎样 如果用电效率不好的话 电力公司会在电费里增加罚还 是哦,如果用电效率好呢 如果用电效率好的话 电力公司会给予奖励 奖励的方式就是减少电费 哦,刚刚讲这么多 我要怎么自己看啊 大家是不是有这样子的疑问呢 我们先来猜看看 到底从电费账单中 哪个资料公可以得知 不对哦 恭喜你答对了 接下来还有更详细的资料要告诉您哦 看电费账单上功率因素栏位 啊,71% 71%叫效率不好哦 因为电力公司设定的标准是80% 如果低于80% 表示用电效率不佳 有部分电力未被有效使用到 有浪费的情况 是这样哦 一般家庭也有这种标准吗 大家好,我是课程服务人员 一般家庭用电的用电量及设备容量较小 所以目前电力公司没有要求用电效率 电力公司主要是针对用电比较大的工厂 或者是社区公社 以功率因素得知电力公司提供的电力是否有效被利用 为什么要使用功率因素呢 因为功率因素是指有效用电占总用电之比例 功率因素越低 表示无效用电越多 相反的,如果功率因素越高 表示有效用电越多 我们可以从公社电费账单上的功率因素值得知 电力使用的状况 以这张电费单来看 功率因素等于71% 表示用电有效率的电量还有71% 其他29%的电量为无效使用 什么样的情况会出现用电效率不佳呢 假设一颗马达需要用1万瓦才能启动运作 但是它的用电效率只有65% 其他的35%属于无效用电 造成在配置电线时需要以1万瓦的使用量来规划 如果在马达使用同时 加上相当比例的电容器 这可以将35%的无效功率抵消 那么电线的线路电油将可减小 降低电力线路损失 这样看来我们公社的电费不就参有罚款的费用啊 是的 罚款的费用要怎么算啊 用户每月用电资平均功率因素不到80%的时候 每低1% 该月份电费会增加千分之三 以贵社区的账单来看 功率因素是71% 那么罚款的比例就是2.7% 什么 这么多啊 那如果功率因素超过80%的奖励呢 超过80%的话 每超过1% 该月份电费会减少千分之1.5 假设功率因素是95%的话 高于标准值15% 计算下来 奖励的比例就是2.25% 这样看来 功率因素是不是最好调到100呢 那可不一定哦 建议在功率因素值介于95到99之间 最大的状况是90以上 99以下就可以了 过于不急 都不好哦 是哦 这样看来调整功率因素也不错啦 至少费用有减少 重点是又不会被罚钱 不过功率因素除了电费以外 没有别的好处吗 接下来跟大家说明 提升功率因素有什么样的好处 第一个 功率因素大于标准值 提电费一几例的减少 奖励费用为电费乘以功率因素减标准值 再乘以1.5除以1000 相反的如果功率因素小于标准值 那么罚缓费用为电费乘以标准值减功率因素 再乘以3除以1000 第二个提升原有供电线路的能力 避免线路损失 第三点 提升电压器的负载寿命 以稳定电压改善供电品质 第四点 增加设备的寿命 提升功率因素之后 居然有这么多好处 想知道如何提升功率因素吗 赶快接着看接下来的内容哦 提升功率因素的方法 第一种 查看设备的名牌 得知其功率因素 若用电效率差的话 则在设备处安装电容器 二 或者将各线路的电容器 一起装设在负载侧并联方式 并且使用自动功率因素调整器 让自动功率因素调整器 自动调整线路的功率因素 另外 在这里跟大家说明一下 自动功率因素调整器上面的功率数值仅供参考 因为一般大楼公社的线路有三条或四条 分别为R、ST、N项 自动功率因素调整器只监控一条线 为R相负CT毗流器上的电流值 其余两条线 ST项为电压输入端 所以调整器上显示的数值准确度仅供参考 最佳检视的办法 就是检查电费账单上的功率因素数值 小王 照这样来看 我们社区要提升功率因素哦 是啊 既可以省钱又有很多好处啊 刚刚说提升功率因素有两种方法 以你的专业角度来看 哪种方法对我们社区比较好呢 我建议归社区安装 自动功率因素调整器 为什么 因为自动功率因素调整器 是将各线路的电容器设置 所投入的时间 次数 排序 储存 记录状态的管理 所以比较容易管理及查修线路的电容器 原来 那我找时间跟社区的委员讨论 今天真的太感谢你了 谢谢谢谢 哪里不客气 大家是不是也很好奇 自己所住的社区公社 有没有达到电力公司的标准呢 赶快找出社区公社的账单 在下面的栏位输入功率因素 来看看自己的电费是被罚缓 还是被奖励了 感谢大家的观赏 如果对课程内容有任何问题 欢迎到华人机电产业平台的讨论区 发表与讨论哦 感谢大家的观赏